强者一定是孤独的 特别是出来创业的 因为没有周末 没有假期 没有休息 我们还要去应酬 去拉生意 去找客户 去管理公司 管理团队 辅导战友们 还要去平衡感情 跟事业之间的关系 有太多人 需要我们去照顾 还要照顾他们的情绪 对吧 我们可以不孤独 那你想想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会孤独吗 读大学的时候 会孤独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玩耍 我们可以一起去逃学 一起到处乱跑 是还是不是 一点都不孤独 所以啊 人人都说 好好珍惜你上课的时间 因为那一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我觉得那是假的 不是 而是上学的时候啊 你是最没有压力的 当你开始出来社会过后 你开始就有担当 有责任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担子在你身上 有家庭的压力 有事业的压力 有合作伙伴的压力 有了社会责任感的时候啊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不多 由于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也许 自己 在深夜人静的时候啊 会 思考 回想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还是不对 可是 睡醒 明天 一睁颗眼睛 还有很多人啊 等着你带他去赚钱 各位 很多老板我们身后 背负这几百上千个家庭 再大一点的企业 背负这几十万百万的家庭 更大的平台 背负这三亿人的梦想啊 这些都是会让你越来越孤独的 你会恐惧无效的社交 这不是因为私立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是需要把有效的时间 花在最有效的问题上 记得点击关注